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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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人们都说 生活就像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 简单而精彩 要我说 生活更像一场粗枝烂枣的电视剧 没有逻辑 但却猥琐前行 冗长 不过不能罢首 六年前 我毕业于国内所还不错的大学 说真的 我刚考上那会儿 还真他妈自豪了两天 之后的这种得意旧 就在稀里糊涂的大学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影 我得承认 我并不是爱学习的汉 最大的理想 也不过是想带着自己的腊肠犬去趟马尔代夫 后来和所有的大学毕业生一样 写简历 找工作 背剧 再写 再投 这 这是我那个简历 你发个团中心 好 你回家等通知吧 这是我那个简历 还有作品集我也拿 什么算计的 工业设计 简历 作品集 建议手机得多长时间 啊 咱们这个什么时候才能出到结果啊 我觉得你还不错 这个一等游心一热吧 离开学校后 我换了几次工作 工资虽然有所提高 但咱们也追赶不上风掌和房间 幸运的是我一直坚持着 干着自己梦想的职业 尽管大多时候都很糟 我曾经因为客户赖账去帮公司打过官司 我曾经因为付不起房租 在办公桌底下睡了半年 遇上牛眼的客户 洗茶倒水 啤酒吃饭也在所谓 欣慰的是 在过去的几年 我得过几次设计大准 但大多写的是公司和客户 对了 我是一名设计师 现在在美国 年近而立 虔诚未知 每次和一些人谈起自己是做设计的时候 他们总会好奇地问道 你们都设计什么呀 就美工吧 都上哪找灵感呢 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设计 我还真的说不上来这年都干了才干 更是很难回答什么是设计 这么高深的问题 我只觉得我喜欢做和创意有关的事 不喜欢被别人说服 关于那些问题 我也曾苦苦地寻找了答案 但每次接近答案的那一刻 我脑海里却出现各种家官 改图 炫耀的画面 时不时来办点 嘎嘎嘎嘎嘎的事 也许是我真的冷 也许那个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 两年前 我辞掉了工作 决定去美国念书 在美国的这些日子 我仿佛踏上了生活的另一条回头 像个局外人一样 观察着我曾经的生活 观察着朋友们的变化 有的人回到了学校读书 有的人还做着设计 有的人改行当个体后 迷茫的 惑合 当然 我还坚持着自己的梦想 寻找了 没有答案的答案 只不过是从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环境 还有那些 形形色色的人 可能他们 能帮我找到所谓的答案 你为什么选择工业设计作为这个 你未来的专业 主要不是我选的 我是被调剂过来的 很快说被调剂到这个专业 他说为什么学工业设计 不是因为我要设计什么家居之类的 然后来这个学校是因为我脱服不好 我就直说 然后我其实想学的是服装设计 但是又在学校没有 后来又觉得其实学这个专业 我可以设计工仔 然后有一个牌子 然后自己再做衣服 其实设计都是通的我觉得 对 然后我自己开了一家店 就装修啊 都是跟我哥一起设计 然后就很老一个红色年代 风格 然后所有东西都超旧 就要自己去到处找这个超累 在你家开了一家 就在我们家上开了 其实过来读的是摄影专业 对 然后后来我爸说没前途 然后我就自己说 那我就问 然后我就刚好在一个 在KU里面认识了一个 读工业设计的一个大三的学长 然后就碰到了他 他就跟我说工业设计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问他说 这什么东西啊 然后他就说 那就是一个 就是可以设计各种产品的一个专业 然后我就说 那很不错呀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讨论了一下 然后我也查了一下 然后我就发现工业设计挺不错的 然后就过来学了 就是我了解你工作了五年 但是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工作了五年 然后又出来读书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工作很长时间 再出来不是很容易 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很多人说 那个不知道我咋想呢 疯了 工作五年还出来 而且当时已经做到了那个 相当于是项目经理 然后资深设计师的职位 而且当时老板也正要给升职 嗯 但是我觉得在国内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一发展的瓶颈吧 即使是跳槽的话 应该是也改变不了当时的状况 所以而且出国留学一直是 一直是曾经的一个梦嘛 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 申请过英国的学校 而且也考了雅思 而且也完成了申请的步骤 但是最后放弃了决定先工作 因为不知道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出国读书要学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做设计的学生来说 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如果你不知道学什么 到国外的话 就是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 嗯 所以想着能有一些工作经验 然后明白自己要什么了 然后再说 那个据说你是那个 从那个国内上了两年大学 登科 嗯 然后退了 嗯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不上来这边 继续再度 没进吧 就 在那边 总之就是 老老师也不给力 然后周围的环境 然后你的同学 就就没有那种氛围 就就真的没有那种氛围 可能老师也是就是 老师或用领导 领导或用学校 这种一种教学模式 然后 结果 结果就 到最后就是学生自己互动自己 然后搞到 其实到最后两年下来 真的能学到什么 就是完全靠自己 就我很多同学 所以 大一那时候 那时候要上那个 数学课 我就很不明白 然后为什么 可以就是 整 几个月都 都天天去那自己是 然后去 学了数学 然后我觉得 这个很trick的一件事情 我就天天往那个画室跑 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需要什么提高 但而且 从学生一方面吧 他们那些人都不知道 好像可以去了工业设计 然后工业设计 然后工业设计是干嘛 完全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我出国的时候实际上挺 挺挺 挺糊涂的一个过程 很大程度是出于对本科教育的强烈不满 然后产生了出国的想法 然后 当时快毕业的时候 也也听说 国内的研究生教育好像也 也不是很给力 尤其是一些业内的人 然后过来人都会说 在国内读好像 有点浪费时间 这个就好像前台词就是 出国就不是浪费时间 你能够学到一些 国内学不到的 然后 这个似乎是一不需要论证的事情 他们就说 你出国吧 然后 自己也觉得 哎呀 本科也觉得挺挺 挺那什么 挺挺无聊的 出国想研究生 是阶段 能学明白 是到底是什么 然后就说出国吧 当然 预想的 实际上没什么预想 因为完全不了解 这边什么状态 一个很模糊的 一个很模糊的目标 指引人自己 开始出国 就是说想 想 想医学生的时候 真的学点什么东西 非常模糊 就是怎么学 这点什么预期都不知道 我觉得出来之前 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觉得是 其实是有一个事情 一个想法 一直驱使着我 是大学的时候吧 我觉得 特想明白 什么是设计 什么是产品设计 什么是好的产品设计 就这个问题 一直挺困扰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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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就是大学的时候 大家总讨论这个 而且也会问老师 但是 自己感觉到 在当时得到的答案 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 所以想着 在工作中 可能能找到答案 所以工作 然后在工作五年之后吧 我觉得 自己已经了解了 整个的产品设计流程 以及缓解 还有 各缓解里的重要性 以及怎么能完成一个 好的一个 应该说是 商品型的 量产化的这么一个产品设计 但是 当时觉得还是不够全面 始终觉得 好像 在国内那个环境下 了解的东西 不是 特别完整 而且 因为 是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嘛 没有理论的系统 来支撑 所以想着 也许在国外 能 完成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就是 去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所以想着要出来 就我觉得挺理想化的一个人 就没想什么别的 也没想说是出国了 能 读个洋学位 多牛 然后 还是什么 挣钱还是怎么着 没想这些 那你就问一下 就是 你是 什么东西 然后去着你 从中国 然后想来美国去 学设计呢 我觉得 我觉得 是我大学毕业 我不想工作 对 我觉得 因为我是上海东华大学毕业的嘛 然后毕业之后 嗯 就不想去设计公司 然后 然后觉得工资好低啊 然后可能觉得出来 读了书之后再回去 可能会 起薪会比较高 就是说 大家俗正的赌金是吧 对 但我觉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我觉得 你在这边念了之后 回国 不一定会比你本科 就是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不是说 能找到你所谓的那种理想的工作 我觉得 然后 那你觉得你来这儿 那个 是像你之前来之前那样 所期待的那样吗 这个环境 环境嘛 我觉得 还行嘛 但起码目前 就是 你 平日的生活 已经 被这个 学东西给充满了 起码觉得 比国内充实多了 然后 最主要是 令我很惊讶的是 我的同班同学 都是大一的 然后 他们水平竟然就是 可以这么高 真的 随便从我们班拉一个的 就现在我们班 丢到我先 就以前那个 大学的那个 大三 大二那个班 绝对 手上没有话说 绝对 描上 那个 我不明白我们以前 为什么我们班那些 哇 这都大二大三了 画个什么都不像个什么 你刚才说那个 在本科是觉得 学得 学不了东西还是怎么样 就是很失望 你为什么对本科那种 感觉 有失望 两方面因素吧 一方面是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学校本身的因素 我觉得 呃 就是 他 教 这个 教育教育方面 不是特别成熟 然后 组织不是特别好 学院有点 就是很散 然后 呃 社会学院貌似在学校里面 就是一个 应该很散的组织 而大家也就很 很 坦然的接受这个事实 让学院 变得越来越散 就 就是没有 没有 就是 做事非常没有效率 没有凝聚力 好一方面就是 呃 这个 这个 学生的问题 呃 这方面其实也是学校的问题 没有把真正爱学这个专业的人 放到这个专业来 呃 很多人 不爱这个 或者是 呃 之前不知道自己会不爱 但来了以后 发现你改不了 这可能在每个学校对我的状况 你来以后发现你改不了 有些人根本就 我来之前不知道这个专业干什么 可能是被分来的 可能 各种各样的原因 然后 最终 最终这些很多 制度上的因素 导致最后的结果就是 在这个专业的 很多人 并不爱这个专业 没有热情学 就导致 中学的环境很气氛不好 我觉得 就是 人都知道在相互竞争中 才能进步的 如果 嗯 你的竞争不够强 你的进步就很慢 嗯 然后 然后 就没有动力 你觉得 这个 来美国这边 学设计最吸引你还是什么 来美国学设计最吸引我的 真的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觉我觉得 果然也待不下去了 是我自己学的 我天天跟我爸说 学啥呀 不知道 一年半载回个家 过春节 学啥 不知道 但是 起码我 就算现在 虽然来了只是半年 但 你去学啥 OK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我这个学生提高了什么 我会很自信的告诉你 OK 我这个学生真的是学了什么 就是 可能是这个教学模式吧 或者环境吧 或者各种条件吧 我也不知道 总之我觉得 出来可能是一个好选的 虽然可能国内的那两个是白读了 在这边要重新读大一 但是我觉得还是 因为我觉得还是OK 其实时间嘛 还是有的 现在还不算太好 其实我觉得我在美国 最大的收获是我心静了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 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很浮躁 你像在公司上班 早上七点半去公司了 晚上 我觉得做设计 好像大家加班都很厉害嘛 嗯 晚上七点八点九点十点 都有厂 加上面饭 有的时候 甚至项目紧的时候 你通宵 我最厉害的时候 可以七十二小时不睡 不合眼 从早做到晚做设计 然后 周末的时候 也是 周末可能也加班 嗯 你属于自己的时间非常少 你每天在家里 家就跟旅馆一样 每天睡两三小时 三四个小时 你又回公司上班了 根本没有 没有 没有那种 心情 也没有时间去思考 嗯 我觉得是 先说 学业上的收益 我觉得 是让我念了不少不少书吧 就是以前可能没有那种动力去念一些 research paper 但如果去学校了有教授督促你每天需要写那个 summary 需要写什么那种 我都忘记那个作业的名字叫什么了 但就是如果每天让你念那个东西 然后让你写就可能会让你读一些就是理论上的东西吧 但以前就是没有接触到的 嗯 然后 你说的所谓学习上的一些东西 对 然后就是我觉得认识蛮多学设计的朋友 就大家从不同的学校来 然后不同的城市来 然后不同的城市来 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就是眼界开阔 就以前在东华可能就是在上海 东华大学工业设计学院看到那些人 但是到这边来可能有北京理工的 然后也有什么清华的 然后什么美院的 然后有艺术出身的 也有非艺术出身的 又已经工作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了设计 我觉得就认识的人确实是多很多 嗯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些人 认识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类型的人 就是收获在学业之外的 最大的收获 比如什么什么类型 就我觉得就跟这个跟当时到了大学之后的第一感觉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些 因为大家的经历都不一样嘛 造造就他现在处于的这个状态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就遇到一些新的人 听他们讲的面前的故事 然后看他们现在的状态 然后你觉得现在这个ASU 这个研究生的这个Program你觉得怎么样 你喜欢吗 或者说牛逼吗 然后你期待的那样 嗯 他牛逼不牛逼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评判得了的 你要如果从排名来看排名挺高 但是我只能说不是能让我满意的那种状态 就是 一方面也是 一方面也是我 我之前就不清楚我研究生来想要什么 所以说很模糊的似乎是想要想要什么呢 很模糊的似乎是跟本科差不多的东西 但是我要更好的 是这种感觉 他来了以后你才知道 跟本科一样的那些东西 人家在本科也学完了 为什么人家在研究生上再学一遍呢 实际上这个道理 你之前可能自己想想 能想明白 所以人家研究生的时候 不是教了你本科那些 让你觉得特兴奋的 化妆多 然后做项目那些事情 他们在教Design Research 要做研究 在教你研究方法 然后 你不能说这些东西不重要 其实这个 这个 从道理上讲是重要的 然后可能从实践上来讲 它也有作用 不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 由于 不是你 不是你设想的那样 所以就会失望 就会有情绪 就会越法不喜欢 就比如说你 你给学校抱怨的时候 我不喜欢这专业 人家就 人家就问你想要什么 那我不知道 那你还抱怨什么 就这种感觉 你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你凭什么抱怨 你不喜欢现在的状态 但是 这个 这 不喜欢 不喜欢 有时候 甚至不能给家里说你不喜欢 非这么带带的 让你来学 你又不喜欢 闹哪样 所以就 该干的还是干 我们 现在来做什么呢 做一 水母 水母 这是水母头 这是水母腿 然后 然后 到时候 还得这么立起来 两个老师 没把腿做得特别细 所以肩特别贴 然后 他到时候翻过来之后 就最比较强 上面是特别重的一块 然后底下的脚 特别细 特别轻 不要这么一感 这个 这个是不是设计吗 还是 这个 这个 这是二学院的课 然后 老师要求不一样 老师那个 看方案的时候 像我们学体的案件 然后他开始画方案 都是什么 摆彩灯 还不过画什么 这些就感觉 老师说 你甭想 能想这些功能这些事 一是二的 就 觉得什么好玩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不大点不一样 那 做那个 对你的设计 有没有帮助 这个 这个 这 说实话 没什么好 就是喜欢 就是自己做着玩 就是 这个 就来这个照片 就跟 在第三个照片 都不一样 这边 而 大家做 做 做东西都是 做玩命 抵蛋这边 一个人 很少 因为大家做东西的时候 主要是 比如说 你就是抵蛋到这一步 你要做一模型 或者你要做一 study model 然后 就是 就这么一步 大概 为达到了就行了 这边 你做自己的艺术 所以 大家做玩命 自由 这玩意,你可能做理代的话,你可能大概曝光一下就行了,大概能不能趁来造型,反正最后一件不玩,也不需要拿这个,这边不一样,那可能花几十个小时就打磨这玩意,因为我要最终的这个食物,要这个表面的效果。 这是我设计的一张椅子,它是我们大二上半学期的第二个作业,然后它的整体的一个概念就是折纸的概念,因为我挺喜欢手工的东西,然后当初就想到了折纸这一个concept,但是一开始觉得 因为我总觉得折纸这种东西,画画非常难画,然后当初也纠结了很久,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查了很多资料什么的,然后它是一个五分之一人的一个scale的一张椅子,然后你可以看这边,它们俩的不同之处在于这边少了一半,看到没有? 那你毕业以后,有你打算吗?想留在这吗? 我打心眼里是不太想留在这,就是一直留在这,但是也不甘心于地马回国,我想这是大多数人的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为什么说现在我打心眼里没有留在这打算,是因为我没有一个让我留在这的理由,但是回国似乎有很多理由,但如果在这有女朋友了,然后这似乎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理由,所以说一切都是有变数的。 你有女朋友吗? 好吧,没有。 就是现在,现在你让我,你告诉我说你要在这工作二十三十年,你要一直在这奋斗,我就在想,为什么呢?就没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怎么说你不管是学计算还是学什么,但专业实际上都是,都是次小的,大家都会追求个幸福生活嘛。 实际上只要生活幸福,你干什么都行。 所以说如果你的目标不明确是不是一个幸福生活,你就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这么看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 然后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 好吧,我不是很幸福的。 总体来说比较幸福,因为我觉得这个跟个人性格有关吧,我这人比较乐天怕,我觉得我挺幸福的。 你觉得在这好找工作吗? 从目前观察来看,不好找。 难呢,还是国内好啊,国内好找啊。 国内以前刚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就拿了五个offer,这边总是有interview,然后又不是自己的国家,人家现在这边有经济危机,全都是公民公民公民,或者是有绿卡的。 所以说找工作对我来说现在也蛮挑战的。 那你觉得就是说找工作对你最大的这种难处是什么? 你觉得是你自己的作品还是说身份? 身份和语言吧。 你觉得这个学校学习这种过程,或者是能对你这个找工作的帮助到底有多大? 我觉得对于我,因为我觉得不同于这个从学校到学校的学生嘛。 我们是有工作经验,然后来上学的。 其实学校里给我最大的帮助是了解美国人对设计的一些,就是怎么做设计。 他们的teamwork怎么去完成,然后当然还有英语上的提高,还有很多专业术语的这种使用, 还有如何去做你的这个presentation,做你的这种设计方案的演讲表达。 我觉得这些方面是有帮助的,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但是专门的这种设计技能,我觉得对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没有特别大的这么一个影响吧。 因为我觉得现在工作上用到的很多东西还是以前工作经验嘛。 就是对于现在在读的,或者是将要来的这些留学生呢,从事设计这么一行业,你觉得有什么一些建议? 其实我觉得来美国学设计,因为其实我自己在这读期间,我一直在考虑这问题。 首先你想,你来美国读设计是为了什么? 你先要决定这个,如果说你是想提高你的这种设计技能,如果你只想提高技能的话,我是建议不要读研究生,来读本科。 因为我觉得只有本科的阶段,那四年中他们提供的课程,美国这里提供的课程是帮你提高设计技能的。 因为本科生都是做这个设计技能的培训,然后实用性很强,实战性很强。 到研究生的话,那我们学习更多的是设计研究方法,以及可能你是如何去创造一些新的设计研究方法。 更多是研究嘛,然后到博士阶段的话,他们其实更注视的是设计教育。 就基本上如果你读了PRD的话,大部分人是为了以后在学校里做老师吗? 我觉得要看那个人他到底想要来美国,就是他的目的是干嘛。 如果他是想找一份,在美国毕业之后找一份工作的话,我建议他在国内先有工作经验再过来。 然后这样Resa妹会写的比较好看,然后也更的明确就是自己以后的方向。 但如果是他只是想出来开一开眼界,认识一些朋友,然后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 然后我觉得如果家里又不是说要什么卖车卖房,然后来供他念这个专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但如果是就是你没有工作经验,然后你又拿不到一定的就是奖学金,然后真的是父母用你自己的血汗钱, 就是真的是一分一钱存下来让你去读这个专业,然后你出来又找不到工作的话,我觉得不是很值。 就是我觉得从那个学术的角度,那些知识那个含金量,我觉得不值那么多钱。 我觉得吧,这不是你没法去用金钱来估量这个值不值。 还是你自己觉得你要什么,你到美国你花这个钱能得到你想要的吗? 如果得不到你会怎么办?你会后悔吗? 我觉得想清楚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决定来还是不来了。 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留学的时候,因为在我申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拿到全奖。 所以当时我的想法是,我留学所花的费用不能影响我家庭的正常的生活。 说如果要我父母砸锅卖铁的来送我上学,或者严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我是不来的。 就反正不要是一味的,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不要是一味的别人,别人出国了,然后我也要出国。 然后对,就这样,然后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出国的时候,当时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要干嘛。 但是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因为这样就是来了之后,然后就是自己又这样结婚,然后这样子。 所以说,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想要这种结果,或者是,当然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你觉得你来美国就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是家庭跟我老公是最重要的。 享受生活呗,旅行啊很重要。 玩是吧? 玩这很重要。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以前工作了五年,我觉得工作是一辈子的事。 但是,玩的时间,旅行的时间,你没有任何负担的,去快乐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也可能就是在你现在没有家庭的拖累,没有生活的压力的时候,你是一种完全的放松的一种阶段。 我觉得这个时候,多玩玩,多走走,多去各个城市,不同的地方,或者国家去看一看。 还是能,能在这种不同中去找寻到自己,去看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觉得,人越早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越能得到幸福。 那你能不能用比较简短的话,然后来描述一下你自己想要什么,在美国。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 过来在美国在哪儿了? 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不朝九晚五的。 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生活。 那就是说现在还是在朝九晚五,还没达到。 对啊,还没有达到。 你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赶快找个工作。 刚才吃饭是不是还说结婚呢? 不行了,不能说这个。 我还就是想要幸福生活,是我女朋友吗? 你觉得你学设计或者你同时设计的行业能出现这种生活吗? 我觉得经济上,如果你是个非常棒的designer,然后如果你是做freelance job,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在美国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中国你是没有办法实现那种生活的。 国内你可能,就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你可能你非常努力地工作,但是你离一个中等的生活水平还差很远。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年龄。 但是在这边你看到的情况就是,即使我不是在什么特别牛的单位,即使我没有什么背景或者怎样。 我只要能找到一个decent job,我只要找到一个正八经的工作,然后我是努力工作的人,这个我也知道省钱。 我的生活就能够过到一个我挺满意的一个程度。 虽然我也不是物欲特别强的人,我要开好车,住豪宅,那可能你还是做不到,你可能需要,可能设计师这个行业在这边也仍然是做不到那样。 但是你能够过到一个你觉得还满意的生活,就这么一个现象。 人这边很多行业都已经这样,就是人家发展了很久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的工资保障就是这样,社会的利益分配就达到这个相对相对合理一点的程度了。 这很多别的因素已经不是专业的问题了。 中国又很不错,我们存在一个古异的时代了。 还是国内比较好。 对,这是我要说的。 亲人啊,朋友啊,什么的,大家都在。 这边还是比较寂寞吧。 时间过得真快,就这么离开了学校。 我还没有准备好,就又要启程。 可能,这就是生活了。 他把我摩云,只为了让我们滚的共围。 下一站水面吧,我也不知道。 继续走了,顺着七眼的问,一路向前出。 顺着四眼的光,一路向前撞。 顺着四眼的光,一路向前撞。 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 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混了头。 我是一个近老的木偶。 我a 预点。 我是一个近老的木偶。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城。 也有消灭出来的时候。 我是一个监牢的母猫 也有平坚的失落 我是一个快乐的小者 也有笑不出来的失落 他居然动了我的 这边里除了没有爱情其他严肃都有 听说这段本来应该是床戏是吗 床戏也太好 中央点来 中央点来 这里是直播间 今天转播的是 递多少机面试是吗 多少机一看没面试过 我们是在今年的人才交流市场 大家可以看到外面新生人群 今年秋日学生很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一位应聘者 应聘者应该是第一次来演的很紧张 然后这一次是整个演一个正常婚礼 正常婚礼 越来越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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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家等通知 好 你回家等通知 但是我回家等通知 我也不然行不行 等通知 这位应聘者 你觉得这次面是靠谱吗 你有机会拿到那份工作吗 我感觉还行 小龙 你让我回起了很痛苦的回忆 你还赶紧点笔 就是这次是吧 虽然有小细节的动作 但马上体验出地位上的差点 冷静冷静冷静 3 2 1 开始 前驾 要死了 事情又要煩了 最近都要死了